国宇世界第一惨败 亚斯组合丢罐惹争议 00后摘金 球迷怒批假球 2023年 羽毛球亚竞赛已经全部结束了 国宇仅拿到一罐一亚 并且都是在混双项目中拿到的 混双决赛 00后黑马组合奖阵帮 魏亚新以2比0 横扫世界第一正思维 黄亚球 强势夺冠 不过赛后却引起了一些争议 部分球迷质疑正思维 黄亚球没有尽全力 甚至还有球迷直接怒斥打假球 并且还要求竞赛 本次亚竞赛 国宇共有4队混双组合出战 不过在前两轮 冯彦哲 黄东平 成兴 陈芳慧就先后在外战中落败 不过正思维 黄亚球和蒋正邦 魏亚新顶住了压力 成功会试决赛 为国宇提前锁定了混双项目的关亚军 不过另外4个项目 国宇都早早的全军覆没了 无疑人打进决赛 正思维 黄亚球作为未免冠军 并且已经三次拿到亚锦赛冠军 自然是本次亚锦赛的最大夺冠热门 蒋正邦 魏亚新则是从今年开始才展露头角 在年初的印尼大师赛上 蒋正邦 魏亚新从资格赛打起 一路击败了韩国组合 徐承载蔡又丁 日本组合松有梅佐记 金字又书等多队实力组合 闯进决赛 虽然最终输给了队友冯彦哲 黄亚琼 但是拿到亚军就已经超过预期了 此一国语教练组就开始有意培养 蒋正邦 魏亚新 两人携手参加了瑞士公开赛 并在决赛中击败了马来西亚组合 吴勋法 赖杰敏 拿到了两人搭档后的首个高级别巡回赛冠军 虽然两人之前仅参加了九战国际赛事 但世界排名已经跃升至前25位了 本次亚锦赛 蒋正邦 魏亚新也是连克强敌闯进决赛 并最终以2比0大胜正思维 黄亚琼 职业生涯首次拿到亚锦赛冠军 虽然蒋正邦 魏亚新还很年轻 但两人已经展现出非凡的实力了 尤其在冯彦哲 黄东平近期状态低迷的情况下 蒋正邦 魏亚新已经逼近国语第二混双的位置了 只要蒋正邦 魏亚新可以保持这样的上升势头 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对于正思维 黄亚球为何会惨败 不少球迷提出了质疑 并认为两人放水了 甚至还有人直接表示打假球 从比赛情况来看 正思维 黄亚琼的状态确实很差 出现了很多失误 就以正思维 黄亚琼这样的状态 不管输给谁都很正常 只是国语内战 再加上正思维 黄亚琼面对师弟师妹 是否用了权力就难说了 但不管怎么说 冠军最终还是中国的 所以正思维 黄亚琼就算输掉比赛 也应该得到大家的认可